另有计划 人心筹散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她的脚步 灵修短文 我朋友琳达从小就想当一位医疗宣教士 她非常爱主 想透过医生的身份来服侍主 并传福音给世界上居住在偏远地区 缺乏医疗照顾的病人 但上帝对她却另有计划 琳达最终还是成为了医疗宣教士 但却是以她意想不到的方式 在14岁那年 她得了一种慢性疾病 一年之间 多次住院 动大型手术 她曾因细菌性脑膜炎 陷入昏迷两周 失明六个月 也曾一连在医院度过两次生日期间 并未能回家 很多次 她都在死亡边缘徘徊 但她都熬过来了 琳达仍然是你见过最有生气 最感恩 最开朗的人 她一度告诉我 她的服侍工厂正如她所期盼和计划的 是在医院 只不过她不是以医生的身份来服侍上帝 而是以病人的身份 不管她病得多重 主的荣光仍能及她彰显出来 琳达活出了使徒彼得的教导 即便在试炼中 她仍有喜乐 她真实的信仰带给耶稣基督当得的称赞 荣耀 尊贵感谢父上帝 给予我机会 无论在何处都能侍奉主 让我的现状能显主荣光 即使不在我期待的地方 我们可以计划 然后把山改全交给上帝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因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 我就默然不语 帮助我用国度的眼光 来看待人生的际遇 学习凡事谢恩 主啊 当你删改我的计划 在我生命中有另外的带领 求主让我学习顺服 因我知道你不会错 你是独以全知的神 我只要好好地为你而活 帮助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主啊 你的路最美善 你的路最美好 你试验我的信心 因为你看我为宝贵 帮助我在百般试炼中 在各样的逆境里 思想你的美善 全心倚靠你 愿你在我身上 得着一切的荣耀 使用我成为多人的祝福 祷告祈求感谢赞美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